这顾隋软硬不吃 死活不开口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徐申行到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再怎么拖下去 生还几率就很低了 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顾隋这个人很自信 他认为自己藏人的地方 我们找不到 但我觉得 这对于我们而言 不是一件坏事 如果不掌握主动权 肯定敲不开他的嘴 我有一个办法 我现在说出来 可能你们无法很快地理解 但可以一试 毕竟咱们 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了 行了行了别说了 你现在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 我都不意外 两位警官 别白费力气了 你别高兴得太早 刚叫医生给你治疗完 少说两句废话 一会儿伤口又得崩开 你刚刚说的 每一个字我都听懂了 但是好像连在一起 我完全听不明白 我不需要你听懂 我希望你相信我 然后按照我的部署去完成 我相信你啊 但是 如果失败了 后果会怎么样 后果就是 我们可能再也找不到 徐神行 和幻样了 我支持你 既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只能多多运气 我们之前 不是赢了很多次吗 我相信 命运这次 依然会站在我们这边 好 大不了后半辈子 检查不干了 放心吧 如果真失败了 我连后路都给你想好了 就去杜鹃府 你不是跟邹静 是好兄弟吗 算了吧 我可不想让邹静领导我 相信我 你不会失业的 你们先出去吧 我单独和他聊两句 是 是 顾隋 我知道你还醒着 我想和你谈谈 换秧的事 生生吧 现在开始我什么也不会再说了 就别废 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 你可是警察 你不能滥用私刑 我就是滥用私刑 我就是滥用私刑 你告诉我 人在哪儿 告诉我 人在哪儿 我 你不信你宋和敢开枪 我不信你宋和敢开枪 宋和 你也太 现在你知道我敢不敢敢讲话 我最后问你一遍 人在哪儿 不说是吧 有时候你也没什么用 队长 徐盛行恩幻阳 我们找到了 我 宋和 你们眼睛也太拙劣了吧 如果人找到的话 带出来我看看呀 给我带进来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们怎么知道我把人藏在花莹楼 你们怎么知道我把人藏在了花莹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不要 不可能 不可能 慢慢地 不可能 我刚才 谢谢你的坦白 告诉我们 徐慎行和晃阳的下路 我还以后对不起 连累了 我下辈子 不要 下辈子 快救救他 救救他 我问了华阳姑娘了 那个密室是很久之前留下的 她只是偶然发现 只告诉了酷髓 没想到 顾随竟然把人藏在眼皮子底下 对于顾随来说 那个地方 是她和焕阳的秘密领地 在那儿惩罚入侵者 再是喝不过了 折腾一夜了 我要回去不叫了 这案子也结了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你在游龙赌坊 为什么逢赌必赢了吧 很简单 就两句话 那两句 这个世上 没有逢赌必赢的事情 那第二句呢 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还要到没有 还要到没有 买定离手 大 买定离手 大 大 大 好 炸两下是大 炸一下是小 我观察到这一点之后 只要跟着那个 出老千的人 下注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如果一个人的五官 是健全的 那么他就肯定 保守不了自己的秘密 如果他的嘴唇未闭 那么他的指尖就会说话 甚至全身上下 每一个毛孔 都会背板的 当然了 那个摇骰子的庄甲 铁不例外 三 三 三谢谢 发音不对啊 我明天好好教您 要不要交悬费啊 别贫了 还要问徐慎行的事呢 明天见 到明天 你怎么来了也不带礼物啊 咱们是看伤员的 你不是什么也没带吗 你们俩聊什么呢 我们在聊啊 这最聪明 最机智 最厉害的 还是我们小凡啊 聪队长 请 老爷 欢迎欢迎 徐厅长 在家里就不用洗礼了 是 身刑这次能够被解救出来 全靠你们 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厅长 只是一个父亲 所以这份恩德 请受徐某一拜 徐厅长 您别这样 徐厅长 您别这样 徐厅长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想单独和徐公子聊聊去 好啊 你们聊 我呀 去给你们准备点茶点 谢谢厅长 有什么想知道的 尽管问吧 徐公子 我想知道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天晚上 我跟庄司之亲 喝了很多酒 徐公子 听我说 我们喝酒 徐公子 你听我说 有人要杀你 现在我要和你换衣服 让他以为我是你 当我再醒来的时候 我和淮阳就一起被绑在了密室里 听说 淮阳姑娘现在住在你家 被折磨了这么久 要不是淮阳一次又一次地鼓励我 我恐怕早就死了 所以我决定 不会再辜负她 当初你没有去接她 并不是因为什么小阿奴 而是因为 徐厅长的阻拦吧 对 但这件事之后 我爹也终于同意了 我不仅要去花阳为亲 而且以后我再也不会去 封月场所私婚了 我怎么觉得还是不太对劲呢 我好像也是啊 先回警察厅 我梳理一下 沈元以为庄司要杀徐慎行 所以决定替他去死 他和徐慎行护换衣服以后 把他藏在床下 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顾随 顾随以为床上躺的是徐慎行 所以想了杀手 顾随发现了徐慎行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把徐慎行 一起杀了呢 还非要这么大费周章地 把他藏起来 还剥掉沈元的脸皮来误导我们 那如果一开始他的计划 就是掠走徐慎行 将其折磨至死 那沈元就不会一刀毙命 那如果不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心里突然发生了变化 从而改变了厨艺呢 情火乐 你能不能别折腾那玩意儿 说说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就是去问顾随啊 他要是能开口说话 我为什么还要 队长 警察呢 今天又来对话了 顾随要见你们 宋队长 是什么 不好意思 是我们的疏忽 忘了拆掉他山口上的布条 他利用这个自杀了 您都担待 这种事谁都不想发生 请回吧 好 那你们慢走 嗯 顾随不可能是自杀 对 他要见我 很明显就是有话要跟我们说 怎么会突然在我们来之前自议呢 这个案子看起来是了结了 但我怎么觉得一点越来越多呢 这顾随一死 就再也没有人知道真相了 不 还有一位 应该会知道 是 花样姑娘 花样姑娘 秦神他 这么巧 好 来买布啊 哦 我已顺行成婚的日子定得急 好多东西都要准备 哦 嗯 可否耽误你一点时间 有几句要紧的话 想请教你一下 二文慢用 谢谢 秦神探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我一定知无不言 花样姑娘 我想知道 你如此处心积虑地接触徐慎行 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也不能理解我跟慎行之间的感情 是 我是歌女 可我一直 顾嘴死了 怎么会 是 你果然并不意外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人在接受刺激消息的第一瞬间 会停止一切活动 抬头 睁大眼睛 眉毛抬高 和微张开嘴巴 而这个瞬间非常的短暂 你刚才刻意做出了惊讶的表情 演得挺像 但是 持续的时间太长了 秦神探 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还有事 先失陪了 我一直在想 整件事情如此别扭的原因 顾隋在这个案件中 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非常模糊 我照着这个方向 一直推测 你猜我想到了什么 至今为止 整个事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 你离开幻音楼的时候 每时每刻都想回到徐慎行的身边 所以 才会在家中布满符众 顾隋见你如此锋芒 终于按捺不住 我 我也喜欢你 慎行 你看清楚我是谁 徐慎行 一口一个徐慎行 既然你忘不掉他 我就亲手杀了他 我让你恨我一辈子 我让你逼得我一辈子 你本想跟到幻音楼去阻止顾隋 却又在半路中 遇到了沈元 或许是沈元告诉你 庄司也要暗杀徐慎行 这才是你忽然改变了主意 你决定好好利用顾隋的这次行动 去解救徐慎行 和完成你最后的计划 你知道沈元是个心软队伍 便恳求他 请他务必帮助徐慎行 沈元得了传世鬼驻病 自知不久就会离开人世 所以便答应了 沈元除了替徐慎行去死之外 还有个更重要的任务 我想 那就是 当晚顾随心理状态忽然改变的原因吧 这世上的每个人 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想要得到相应的索取 怎么会有人 心甘情愿地为别人 付出自己的生命呢 沈元写的那封信 根本就不是为了提醒徐慎行 而是为了勒索钱财 他同意我的提议 是因为我答应他 给他一笔买命钱 寄给他家乡的老娘 你要沈元做了什么 顾随 有我在你杀不了慎行 我能拦你第一次 就能拦你第二次 如果你再想伤害他 我就陪他去地府 做一对鬼夫妻 你了解顾随 利用他对你近乎偏执的爱 激发了他不正常的心态 那一刻 他觉得屈辱 愤怒 他决定不让徐慎行 那么轻易地死去 而是要在你面前 让你看着他的生命 一点一滴地流失 却无能为力 同时 他剥去了沈元的脸皮 误导所有人徐慎行已死 这么做 为的就是让我们不继续 调查徐慎行的下落 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他是在宣泄愤怒 他不能输掉这次暗杀 所以 他迫不及待地坐实徐慎行的死讯 不得不说 这一招 是不嫌弃 华阳姑娘 人心是最难算的 你敢这么做 若不是因为对顾隋的了解 那就是 你的背后还有其他人 混血 那你怕 不愧是大鸣鼎鼎的绀心神探 没错 我就是利用了顾隋 让他给我和徐慎行 制造了一场患难见真情的忌惑 因为只有这样 徐慎行才能重新接纳我 甚至娶我 现在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很快就要成为徐府的女主人了 而你将永远无法证明你的推测 你要跟我说一声恭喜 而我只能跟你说一声抱歉了 你还没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 接近徐慎行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因为爱了 爱 真正爱一个人 怎么会忍心用他的性命去做赌注 顾遂对你的爱是过于偏激 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信不信在你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 情火了 终归还是要谢谢你 说起来 你们才是这个故事中最不可缺少的一环 欢迎 欢迎 蒙着黑金的 快去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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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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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宋禾 醒醒 你没事吧 慢点 我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最近我算缺带 有果案流正在盘踞整个江城 我也这么认为 我怀疑 幻阳跟他们根本就是一路的 他们如此处心积虑地接近徐神仙 就是冲着徐厅长 也就是江州警察厅 敌人在岸 我们在明 看来 得加倍小心了 好外好外 春兽搬难了眼镜 快来一会儿 满汤春一票难求 今晚八点好戏连连 小小凡 看戏啊 对啊 这春兽班难得来一次 票早就被抢光了 我也是沾了我们家姨娘的股 才弄到的票 我知道 学生型的案子已经结了 但是你们这两天还在查 那个背后的组织 没什么头绪 不如看个戏放松一下 老义结合嘛 这游园惊梦 说的是杜丽娘 和柳墨梅的故事吗 好像挺有意思的啊 你说呢 宋内长 看 太好了 那就这么定了 一会儿下班以后 警察厅门口会合 不见不散 这女人出个门就是麻烦 永远会让你等上大半天 相公 好君 您是遇到来月漂亮了 那还不是因为司令疼我 这世上 只有您还记得我的生辰 当初如果不是您嫁给我的话 今晚满腾春台上的卷 那就是您了 有没有后悔啊 你说什么呢 能嫁给司令 那是我的福分 您的小心思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 当年的西装 你到现在都还没舍得扔 不过你放心啊 改天我让兄弟们 给戏丸子说一声 让春兽班再多留几日 陪您呐 好好地唱 记住 真的 真的 请 走着 小佑 转 小佑 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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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不是随你啊 那也挺好 宋队长 秦神谈 让你们二位见笑了 总听小凡提起你们 今日一见啊 果然名不虚传 三姨娘 生日快乐 给我的 对啊 这是万宝阁的兄臣 据说是上海最新的快事 咱俩 好像又忘带什么了 没事 雷森林不是也没准备吗 是啊 还是我们小凡提提 这道给三姨娘准备礼物 快开锣了 里边请 这些肯定比你压得好 这也太漂亮了吧 这是我第一次来戏院 真的啊 太开心了 不过我之前啊 在大不烈殿留学的时候 可是登台演过小夫人 我一言分是四卷 真的 就连著名剧作家 嬷嬷先生都对我夸赞不已 四卷 我看是四卷朝天吧 你怎么不信呢 开始了 我一句话 我一句话 你说是吗 这就是我爱的 我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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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的 什么呢 怎么了 这个戏怎么能这么演啊 柳梦梅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场 这个梦梅 让杜丽娘怎么接啊 什么意思 上次柳梅 哎 梦梅 知道你们俩要优惠 可是这也太猴急了点吧 真是 太早了